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歌神在演戏方面 经验和实力都同样有建树 2016年1月29日 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组委会公布的各项提名名单里面 张学友将会和刘德华 郭富城张家辉以及梁家辉 敬续影帝 听到这张名单你就知道有多激烈 歌神张学友曾经五次被提名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但是始终没有一次清帝 这一次他带着电影《暗色天堂》 卷土重来 到底可不可以一元影帝之梦呢 在金像奖的舞台上 刘德华提名11次 封第3次 梁家辉提名12次 封第4次 张家辉提名4次 封第2次 郭富城提名4次 封第0次 不过他就拿过两次金马影帝 而张学友就最惨了 不但五次提名金像影帝全部败北 而且金马影帝也从未染指过 作为10世纪90年代 香港娱乐圈四大天王之一 出道最早 成名最早 但是他的演技就一直得不到肯定 是最被低估的香港男演员之一 2002年 张学友凭着男人40 获得印度新德里影帝 但是回到香港金像奖 依然是一无所获 有不少影迷认为 过神多次提名金像奖 都始终拿不到一个影帝 是一个遗憾 十四年之后的2016年 年过半百的歌神 凭着《暗色天堂》 第六次获得金像奖提名 在山顶热吻之后 竟然被对方控告性骚扰 这个吻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也引发了一连串罗生门风波 《暗色天堂》改变自舞台剧 《财女庄梅岩》的作品《法闻》 曾经获得香港舞台剧 颁发最佳剧本 以及十大最受欢迎剧马 两大奖行 但是歌神张学友 想凭《暗色天堂》 在金像奖上夺冠 实在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刘德华的参赛电影是《失孤》 张家辉 《驼地驱魔人》 梁家辉是 《自取威虎山》 获富四人你踏雪寻梅 张学友的表现又可不可以征服评委呢 唯有等到颁奖那一刻才变调了 无可否认的是 歌神张学友的演技一直精彩绝侣 1986年 张学友演出过人首部电影《霹靂大喇叭》 1989年 凭着剧情片《旺角卡门》 获得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南配角 1990年 凭着武侠片《笑傲江湖》 获得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南配角 1993年 歌神饰演喜剧片《东城西奏》的《红七公》 被观众留下了深刻的人像 2002年 歌神凭着文艺片《男人40》 获得印度新德里电影节最佳南演员 2010年 在文艺片《月满牵尼斯》中 独挑大梁 2015年 张学友在赤道和暗色天堂里面 将几年来的累积演技完美发挥 出道以来的三十多年电影生涯 张学友演出过近百部电影 扮演过各式各样的角色 可谓亮点无数 鱼丹佬 弄什么来 多加点酱 拿 为什么不拿 多点酱 拿吧 如今都会有兄 张学友早期的电影角色 都几乎是配角 多数饰演霸道放肆 暴虑囂张的反派 1988年 在王家卫的电影《旺角参门》里面 张学友饰演一位 不学无术 又自以为是的黑帮小古画 胡云 整天幻想着有志外日 能够上位做大佬 最终滑死街头 那时 刚刚出道的张学友 样子还是很小 但他饰演的地蹦形象 竟然深入云身 演技得到业界业内人士的肯定 和好评 凭着这个角色 张学友获得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男配角奖 当时的竞争对手 有五马 周星馳 曾志为 和万子梁 由此可见 张学友获得这个奖的含金梁 他们还说我是你肤浪底里面一条狗 你知不知道 1990年 在随黑的电影《笑傲江湖》里面 张学友饰演东厂太监欧阳泉 接受厂工的命令 假扮已经被杀害的林平芝 潜入华山臥底 寻找葵花宝典 虽然是配角的气氛 他的表现竟然是主角级 凭着这个角色 张学友荣获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 最佳男配角 同时在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获得最佳男配角提名 你就是恶不惯 牧世伯 天无绝人之路 你是我唯一的真人 十几年前 平知年少无知 未知世道险恶 如今面目全非 平知再不是以前的平知 除此之外 1990年 《善女幽魂2》 《人间道》里面的年轻鬼马道士知秋 1991年 《王飞鸿》里面 搞笑到极的牙策骚 1995年 《鼠胆龙威》里面 虚有其表的武打巨星龙威 都被张学友飾演得出神乐化 三次获得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色施是露人甲的角色 比如1991年 《阿飞正传》里面的《歪仔》 1993年《东城西咒》 和1994年《东邪西毒》里面的《洪七》 歌神张学友的表现 都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偷晕了 你在里面 我想请你过门 在影视圈 一个演员红不红 或者他能不能成功 和导演的精心打造 是息息相关的 给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 王家卫遇到刘德华 遇到张学友 梁朝伟遇到关锦鹏 遇到侯孝然 但是只有王家卫和梁朝伟 两个人互相遇到 才会彼此成全 换句话说 电影作者找到书写的方式 沉默者发现到 另一种与世界交流的方式 那么两个人的世界 才能够因此而改变 因为演配角 大情大胜的表演方式 容易出位 而做主角 就可能过犹不及 夸张几乎是当年 所有香港演员的通病 假如梁朝伟没有遇到王家卫 可否得到五次影帝呢 那就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了 对张学友来说 最遗憾的地方 在于他一直没有遇到 自己的王家卫 直到2002年 一位女导演的出现 歌神的演艺事业 才能看到一丝的新曙光 我还能看到这位 我会有一个 obstacle 他本來只是老餅一個 林鄭小弟也是老餅 2001年年滿40的張學友適刑 六年後又復出影壇 他的演技有了新的特殼 在許安華的電影《男人40》裏 張學友主演了一個普通的中學教師 林耀國 肆意平平導致的失落感 突如其來的私生戀 還有兒子的親生父親 即是他老婆的前任出現 構成了電影的故事框架 張學友將一個中年男人 所面臨的困境和危機 表現得淋漓盡致 許安華執導的《男人40》裏的林耀國 是張學友屈指可數 為他量身訂造的角色 對於很多人來說 這次是第一次見到張學友飾演 正常人不是白粉仔 也不是神經病 是一個在我們身邊 生活得屈滿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的世界是怎樣的呢? 面對小鮮肉、林家印 張學友的一進一退 由長百轉都難以到位 無論是法奔上的點點斑白 還是那種中年男人特有的不甘同體感 你是我學生 張學友都現得非常自然的心 這是歌神至今和金像影帝 最近距離的一次 但是那年的金像影帝 評委會就選擇了更加有商業貢獻的少林足球周星馳 對於這次的經歷 歌神一度耿耿於懷 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說過 金像獎每一屆的評審都不同 他對某個演員會有一個黑板的印象 怎樣去打破他們呢? 需要很多功夫 並不是你將某個角色演得好 人家就會立刻改變的看法 2004年禁計 2011年月滿軒尼斯 裡面的角色他都表現出色 令到他獲得兩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但是都是徹底慘敗 歌神終於想通了 他笑著說演員是要有奪獎命 而自己呢?稍為偏離了少少 事實上歌神張學友能夠演活各類型的角色 有毫不棄裡的性格 這些與他成長經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1961年7月10日 張學友出生於香港 一個普通的船員家庭 有一個哥哥和妹妹 爸爸被他改名學友 這個名字是希望他一輩子都虛心好學 學習別人的長處 做一個有肉的人 張學友小時候是一個橫皮仔 小時候的張學友 連身邊的同學都叫他做白艷仔 有一次他和堂哥打架 張學友被堂哥失手 用刀劈中了臉 據張學友回憶說 我媽媽見到我這樣的樣子 立刻用一塊桌布把我包起來 送去醫院 但是糊塗的醫生 竟然沒有幫他打麻醉針 就和他亂針 真的暈倒了 連了五針才把傷口弄好 這次意外 令張學友的臉 留下一度疤痕 幸好他不是靠外貌取勝的偶像派 而是靠實力贏到粉絲的實力派 如果不是 這件事就可能終止了他的演藝生涯了 按照當時的社會環境 出生在船員家庭 一般就會只成父業 但是張學友 由於從小就暈車浪、暈船浪 媽媽擔心他 將來不可以像爸爸那樣去行船 所以鼓勵他讀書 而他讀書成績又平平 這條路亦都是走不下去 由於家庭經濟條件不太好 為了幫家裡解決困難 張學友在高中畢業之後 就決定出來找工作 減輕家裡的負擔 他的第一份工作 就在貿易發展局做民員 一做就三年 這份工作每天都是處理大同小異的文件 有一段時間 他以為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過了 後來他換了一份工作 一做又好幾年 張學友從來沒有想過要轉工 更沒有想過會入娛樂圈 而命運偏偏另有安排 憑著一副天賜的歌喉 最終他奪得了冠軍 走上了星光大道的歌手生涯 1985年 保麗金唱片公司 推出張學友的第一張唱片 Smile 銷量超過二十萬張 還獲得四百金 1986年的香港電台 第八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 張學友一舉 拿到最有前途新人獎金獎 1987年 張學友舉行他入行以來 第一次過唱 踏上紅館舞台 一開就是六場 創造了一個 新人過唱長數的紀錄 但是盛極必須 1988年 張學友的唱片 《昨夜夢魂》中 竟然只有幾千張都消了 差點令到這個新人王被踢出香港的娛樂圈 更加令張學友受到打擊的是 歌唱事業失業 但是與此同時 他的女朋友羅美薇之間的感情 亦都出現了裂痕 歌唱事業遭逢挫折 感情亦都起了變故 張學友陷入了極大的迷惘 這個時期的張學友 還經常在蘭桂坊的酒吧出現 放縱地喝酒 完全是一個酒鬼的形象 曾經的正派歌手 亦都因為染上酒印 而糟蹋天賦 成為香港媒體負面新聞的常客 1988年 張學友飾演王家衛的電影 《旺角卡門》裡面的烏鷹 將這個小人物的性格 表現得淋漓盡致 確實出色 對於這段經歷 張學友多年後再提起 他依然坦白承認 自己走過一段彎路 回顧自己走過的路 我不會有什麼遺憾 好和壞都成為事實 我只會自己告訴自己 這次做得不好 下一次要做得更加好 一番痛苦掙扎之後 張學友克服了脾氣大的缺點 戒了喝酒、改了浮躁 開始踏實、投入事業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電影之中 張學友飾演的角色 由不學無術的流氓混蛋 變成溫文以雅的中年男人 現實裡 張學友 從淤酒鬧事的粉青 變成成熟穩重 有責任心的好男人 雖然歌神的演技始終被低估 但是他對家庭的專一和熱愛 就一直是香港娛樂圈的佳話 對家庭的專一和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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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小行星協會給張學友 唯一顆小行星命名的機會 張學友就將這顆小行星 命名為羅美薇的英文名 美 張學友對女兒的愛 亦都是無犯級 他除了親自接女兒上學放學 還教她做功課、唱歌 甚至主動跟女兒談性教育 1995年 張學友拍完《鼠膽龍威》之後 很久再沒有接拍電影了 因為1996年 他和羅美薇 20年的戀愛 終於步入婚姻的殿堂 這個對於顧家的張學友來說 他拍戲是很奢侈的事 2015年 張學友參演《赤道》 也是因為電影公司和劇組 肯配合他 赤道在香港取景 不用北上取景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再看回 歌神在螢幕的身影 由於要在家庭擔當很多固定的角色 包括丈夫、爸爸 比任何角色都更加重要 所以歌神張學友 做出了一個小人物的選擇 一如他在電影中 扮演眾多小人物的選擇一樣 張學友是一個好歌手、好演員、好丈夫、好爸爸 但是始終沒辦法在金像封底 始終是他心頭的一條刺 為何要找我 2015年上映的電影《赤道》 是歌神張學友淡出影壇四年之後 再次出山的歷作 那部電影中 張學友飾演一個危機專家 人物形象的優雅俱禮 又不乏地蹲和奸詐 張學友的出色演技 在這個角色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影迷期望 歌神能夠憑著這部電影封底 不過現實是殘酷的 這部電影甚至沒有入爲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名單 以香港現在的訓練和裝備 是絕對無法應付的 競逐影帝 屢戰屢敗 屢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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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學友說自己 正值是唱歌 也拿了很多相關的獎項 很明白 拿獎是怎樣的一回事 只是沒有緣分而已 他曾經說過 拿獎對一個演員來說 不是單一要數 每一年金像獎 都有很多演員提名 他們同樣付出了很多 金像獎冒險我什麼 我不會覺得拿到這個獎 人生就會更加圓滿 就算拿到 我也不會哭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 重觀過神張學友的電影生涯 他的戲路非常闊 逆裝逆鞋 逆正逆邪 作為演員的張學友 就好像萬能藥水 和誰都有火花 在和周星馳合作的咖喱辣椒裏 張學友和周星馳 雙聲捧躍雙得逆障 在電影《阿菲與阿基》裏面 梁朝偉天生來臉 在張學友這種 潤蜜細無聲的陪襯之下 才更加能夠爆發出喜劇效果 在旺角卡門和江湖裏面 正正是由於配角張學友的傾情演出 才令到主角劉德華 顯得更加興起 在東城西奏裏面 張學友扮演的紅漆 令人恐怖大事 在《月滿軒尼斯》裏面 張學友的鼻胎 到四十歲的悲劇小人物 無數觀眾都弄得哭了 在《疊血街頭》裏面 張學友雖然不是主角 但就勝過萬千主角 張學友吸毒止痛發瘋的一幕 令無數人都動勇 原來香港電影 最動人的不是愛情 不是動作槍戰 始終是朋友之間的情意 我不忍心看見你這麼久 我不忍心看見你這麼久 但我愛情 將學友演出的電影 遠遠不止以上幾部 更加不乏經典之作 但最後 沒獲認可 2004年 張學友憑 《金鸡宜》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时候 曾经说过 我对这次的获奖不是没有信心 是不太想有信心 我也获得很多次提名 我没有拿过影帝 这次我也不可能获奖 言语之间显出了他的一丝无奈和委屈 似乎成为他一个心结 所以每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提名 张学友总是不愿意张扬 以免总是狠受伤 就好像张学友说过 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好 如果总是想着获奖才做 就会有压力 很难有进步 这次如果我获奖 都只是一次意外 不获奖也很平常 我的心态很平和 近三十年来 人所皆知 张学友歌唱得好 但是有很少人认知他的演技 都是一流 好了 多谢大家收看今期的《香港故事》 我是麦让寿 下期再见 记住告诉人家 你今天有个这么厉害的大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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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等到花儿也写掉